刘总 如果要自首还是要尽快 我担心有关部门会突然行动 如果咱证券部的人 快速交代问题的话 我知道了 争取 争取我这周 就其自首 好的 刘总 幸好 我就当时又上了五年大学 你说 我这是不是挽救了他 他又真把北极占上那丧一栋了 我跟你说 他犯大错误了 我要真想害他 我就等他犯完错误 我再接他 那不能够啊 那你不是把老杨柳毁了吗 就是嘛 我不能那么干 你按周总的话说 我跟杨柳那是血清血清的老同学 他平时帮我 我能不帮他 可他不这么想啊 反而怪我 你怎么能不能够 老杨本来是很讲原则的 这次怎么回事这是 立定之婚呗 为了点股权利益 挡记过法都不要了 真没想到啊 这次既然是你坚持了原则 还挽救了杨柳 你说啊 我一向往上市公司董事长 那么好撤吗 他胆大包天 说撤就把我给撤了 撤完了以后不敢公告 好 我就看 我看他怎么收场 他能怎么收场啊 还能怎么收场 折腾一圈放我回去呗 哥 你这是图什么呀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你这样 你就是放不下马姨是吧 我下个月就负责把她送到 加拿大去陪你 可以吗 跟人家马姨没关系啊 人家是记者还是作家 她这是对我进行采访的 刘总 对不起 我问您一下 您 真的涉嫌犯罪了 那你说呢 他看不见的 行了 你 正把咱们集团招待所当家了 我有什么办法 我交备位收场 平派那个混账东西给扎 等天没事干 也不去搞对象 把三千两分熬不见 买菜做饭打扫医生 真的堵他家了 真的 这孙和平还有这么一手 行了 你也别看小伙 但好好商量商量 对孙和平在一步 正式出发的 好啊 这下决心 那我就准备发公告 什么公告 公告召开北极股份的 口供大会啊 该做董事会儿的 换董事长啊 你真以为孙和平的个性 能乖乖地去给咱们 管铁囊架 别天真了 你去工会办公室查查 电话费全是国际场景 孙和平三天两头地 给海外大公司打电话 故意让咱们知道 表明他的态度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这这 这孙猴子 他一直就没有放弃 东山再起的妄想 不是妄想也没什么 东山再起 人家一直以来 忘了除我在那儿呢 所有的股东都支持你 你就这么自信 你把杨柳摆哪儿啊 他还摆什么呀 早就听狙击了 集团也有他的位置 那瞎摆啥 可他是北极的第一大股东啊 就比我们多一千万股 我那当时也是看着 陈市长的面子照顾的 他是领导 你是下属 这是事实吧 是 是 我承认 我人为言轻 人也没把我看在眼里 所以我让上市公司 各地的大股东 文流给他打电话 发电子邮件 劝说他 以大举为重 放我一条活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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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